霹雳一名女子到柬埔寨打工 结果雾登贼船 生活受监督 被迫从事诈骗工作 每天工作超过20个小时 骗不到钱 薪水就砍半 女子最近成功联系上了家人 她现在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回家 但是护照被扣押了 要取回 得先准备8000块美金 卖猪仔事件疑似在天一桩 霹雳一名20岁的女子 7个月前也就是去年的9月 怀着掏金梦 开开心心和男朋友 前往柬埔寨金边 说好的工作是到夜店打工 抵达之后 噩梦正式开始 夜店就不用提了 总之 她就被逼像个机器人 受人控制之下 没日没夜的专心做着一件事 那就是骗骗骗 当个全职老千 有薪水吗 是有的 每个月900美金 换算马币大概3800 令吉 但是业绩没有顶呱呱 不达标的话 直接砍一半 就是讲不够业绩会被扣工钱 然后要你工作很长的时间 就是讲到20个小时 或者20多个小时 做业绩要去找顾客 就是讲去找他们的 就是讲他们的顾客 去骗他们的钱 这位就是市主的哥哥 他几天前接到妹妹 从微信发来的求救讯息 在此之前 妹妹是根本就不曾联系过哥哥 重点是 这一次 他们快速聊了半小时左右 妹妹就忽然消失 没有再回复信息 这下就让哥哥十分担心 哥哥今天已经报警 也在全民党双西谷业 周议员梁卓金的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透露 妹妹其实已经想方设法 在柬埔寨当地报警 但是语言不通 目前除了受人24小时监视之外 护照 手机 大马卡 通通遭没收 就是讲不能出去的 有出去都是有人跟着你的 他们没有给你自己 让自己出门 那这样是不能的了 法律角度来看 已经是非法禁锢了 我们叫做forced imprisonment 因为你是 等于差不多非法禁锢 甚至是绑票了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你是不给 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 而且还有武装部队在外面 然后巡逻 事态也相当严重 根据本台所取货的报案书内容 如果这名女子 想要取回个人证件 这个时候就要先准备8000美金 将近34000令吉 交付给所谓的公司 梁卓金会把这件事通报给外交部 部署救人行动 他提醒出国打工要擦亮眼睛 为人父母者更要提高警惕